前不久呢 韩红宣布从空正文工团转业 才短短几天呢 她就行动起来了 出任传媒公司的董事长兼CEO 那12月16号呢 韩红在北京召开发布会 娱乐圈影视歌各界艺人清朝出动 老韩的好人缘真不是盖的 这转业之后呢 她会有怎样的发展 一起来看一下 蓝色西装 黑色衬衣 加上一头白色短发 头下军装的韩红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形象 瞬间炒饭十足 要说这转业创业也绝对算得上 是老韩的人生大事一件 于是各路娱乐圈的亲朋好友 都亲自到场立挺 马阿米 纳英 白白和李晨 胡彦斌这阵容 堪比年度盛典了 今天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有一大部分都在拍这戏啊什么的 你是哪个娱乐圈半壁江山的总场 我不是半壁江山 我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朋友多了麻烦也就来了 由于到场的明星们 个个都是真交情 仗着韩红大大咧咧的个性 实在忍不住想要损他个两句 这波大姐大毛阿米就毫不留情地 打响了吐槽第一站 我认词他的时候他是现在的半个 怎么上海就说这体重是树的半个 树的半个是半个 我怎么一听就像败猪肉 让而影山还有一阵更 韩红在马阿米那里受到的伤害 在张卫健这又遭到了双倍打击 我认识韩红的是因为我香港的一位 我的非常好的好朋友 许珊有一天我看报纸 就看到许珊有绯闻了 就说哎哎哎我说许珊你怎么可能 你你也太极端了吧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受骨如财的那些吗 怎么突然喜欢这个那么那么多肉的呢 看着大家都在欺负韩红 作为好弟弟的胡海权就表示不服了 走在两人出事之际 海权还是一个决定的旁听生 而韩红就是他的同桌 找我说能借我书看看吗 对就是我们俩是关键的同桌 对然后他说您能把书 把书借我看看吗 我说你怎么没说过 他说我是旁听生 然后我就把书给他了 他说那你不看吗 我心想就我这种音乐天才 还用看吗 能在台上回忆当年的故事 能当众肆无忌惮地互相吐槽 充分证明了 老汉和大家的感情都是杠杠的好 在创业的这条路上 韩红也得到了全中好友的一致支持 想必在这个领域 韩红也一定能做出好成绩 我们做这个公司 我就是想跟音乐不分开 长久的不分开 新闻再线北京采访报道